爱吃鰻鱼饭的朋友最近点菜之前可能得多带一些钱了 因为气候的关系 今年鰻鱼苗的捕获量稀少 使得鰻鱼的价格飙上新高 现在产地价一公斤已经超过一千块钱 跟去年比较起来涨了一倍多 而这样的涨幅也对下游餐厅造成了冲击 比较平价的便当店无法附和成本 干脆就暂时停卖 而高档一点的餐厅呢 有的是撑着不涨价 就怕顾客嫌太贵吓跑了 拿着四两尾鰻鱼 仰满的阿伯每天都要像这样 巡视鱼温好几次 尽管鰻鱼的价格涨翻天 不过阿伯看不见开心的心情 因为可以卖的量实在太少了 尽管价格创下五十年来的新高 不过实在功不应求 想要多卖点也没鱼可卖 鰻鱼苗没有办法人工繁殖 只能靠捕捞再进行养殖 去年因为气候影响 捕捞到的鰻鱼苗相当少 意味鰻鱼苗价格就要一百块上下 影响到供货 这样的涨幅也对鰻鱼餐点造成冲击 金黄油亮的普烧曼 在路火上烤得滋滋作响 加上酱汁烤上几分钟 铺在刚煮好的白饭上 烤鰻鱼的油脂和白饭的口感 成了不少老套的最爱 不过产地价四为一公斤的新鲜鰻鱼 平均起来一尾就要三百块 算一算一片烤鰻鱼 成本至少超过一百块 不过担心吓到顾客 价格不敢一下子涨太多 不仅店家经营压力很大 也明显赶得出买气冷了点 因为气候影响 鰻鱼又难养 加上日本的需求量实在很大 造成国内大缺货 民众想要一场普烧曼的滑嫩口感 可得打量自己的荷包 记得林建生王威雄 台中云林报道